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在开始低碳生酮饮食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吃主食 他们会觉得主食大部分都是碳水的来源 所以不少人会比较激烈的改变了自己的饮食方式 变成了只吃菜,只吃肉 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们的中国味又会蠢蠢欲动 又会觉得是不是还是可以稍微的重温一下当年的那些美食呢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低碳生酮也不是不能吃主食 或者说呢至少可以让你重温一下当年的那些美食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 出发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沙拉 我的频道会有很多关于低碳生酮饮食 间歇性断食和健康知识的小科普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哦 好,还是一样啊 在我们说到这个有哪些低碳主食可以吃之前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于吃主食这件事的一些思考 如果大家想要直接去看重点呢 可以在下面描述栏里找到电梯 直打后面的榜单 首先我们今天要强调一个点 低碳生酮饮食并不等于吃粗粮的饮食 如果你今天跟我说我在低碳生酮很久了 我是把原来的主食都换成了粗粮 那对不起你并没有低碳 我们常见的很多粗粮啊 它只是生糖指数比较低一点 但并不代表它里面含的碳水也是低的 比如说糙米 每100克的糙米含有75.6克的碳水 7.9克的蛋白质和2.6克的脂肪 这个数字是非常之高的 不管它的消化有多么慢 生糖指数有多么低 它一样都是吃到肚子里的碳水 也就是糖分 最近也有朋友问啊 说我每天用红豆用小米用燕麦来煮粥 那这些是不是特别有营养 是的 但是里面的很多营养还是碳水 红豆的碳水有63.4克 小米75.1克 燕麦呢有66.2克 都是非常之高的 那关于主食这件事 很多很多很多人啊 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 包括我自己吧 曾经都有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没吃主食 就好像这顿饭没吃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说吃饭 而且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作为主食 就是主要的食物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人传统的饮食 就是一种高碳水的饮食 碳水的比例能达到70% 80% 那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菜啊 都是下饭菜 有没有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吃进去更多碳水而设计的 开始 低碳生酮饮食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 转变这个思维模式 就是主食 不一定是必须的 主食也不一定要作为主要的食物存在的 因为如果说在低碳生酮饮食的同时 你还把主食当成主要的食物的话 你会非常挣扎 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做到 那如果说你真的吃了大量的 我们刚刚讲到那些粗粮也好 细粮也罢 你是不可能进入生酮模式的 那如果说你在下面 我们就要讲到的这些类别里 挑了一些食物 说我把这个当做主食来吃 你的比例也很难达到 脂肪70%到80%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种食物呢 可以作为我们饮食当中的一个部分 绝对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 把它当做主要的部分了 好 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题 首先我们要替代米饭 有什么样的方法 最简单的一种替代米饭的方法 就是用花菜 也叫白菜花 这是一种生酮饮食当中 存在感非常强的蔬菜 我们之前讲到过很多次 我以前呢 有跟大家分享过花菜披萨 就是用花菜来做披萨饼底的 这样的一种做法 先来看一看花菜的营养价值 每100克花菜当中呢 碳水只有3.4克 蛋白质有2.1克 脂肪有0.2克 之前我也有给大家介绍过一个Kmart神器啊 就是你可以把花菜用这样的东西呢 去搅碎或者打碎 因为它碎了之后的那种样子和口感啊 都跟米饭的那种一粒一粒的感觉 有点类似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锅里去蒸熟 也可以呢 把它上面盖上保鲜膜 放到微波炉里去打熟 那你也可以用它来制作炒饭 甚至还有人用它做 当然披萨饼底是其中一个啦 甚至还有人用它做寿司 用它做粽子 那都是替代米饭的一种思路 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西餐的土豆泥 也可以把花菜打碎之后蒸成泥 那也可以模拟土豆泥的口感 但是 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但是 但是花菜和米饭的味道 其实差得蛮远 我曾经怀着极大的热情 去尝试这种直接蒸的花菜米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吃 事实上呢 我觉得完全不能起到解馋的作用啊 只是你觉得这就是一个替代物 是一个习惯的副产品 但是呢 你如果用它做披萨的饼底 是吃不出来的 包括你可以用它做炒饭 稍微口味重一点呢 这个花菜的感觉也就几乎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替代面条 很多人特别爱吃面条 那面条也分为中式西式两种 西式主要就是意大利面啦 那中式呢 可能大家吃的更多的是汤面 也有炒面 替代面条的一个好方法 就是西葫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Zoodles 就是把西葫芦的Zucchini和Noodles 结合到一起发明的这样的一个词 那西葫芦的营养价值 每100克当中有3.2克的碳水 0.8克的蛋白质和0.2克的脂肪 那你可以用那种擦丝的工具 把西葫芦切成细丝 甚至现在网络上有专门把西葫芦搅成面条的这样的一种机器 那做成面条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普通的烹饪面条的方式来处理西葫芦了 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炒面 或者说加了很多奶酪 加了很多肉的这样的意大利面 因为它的口味比较重 能够掩盖西葫芦本身的这种蔬菜的味道 如果你做汤面的话 或者尤其是那种特别清淡的汤面 我觉得并没有特别好吃 那对于那些比较清淡的汤面 凉面应该用什么替代品呢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魔芋 魔芋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 我其实不太愿意说它是食物 因为它是一种几乎空热量的东西 100克魔芋 碳水是2.7克 蛋白质0.2克 脂肪0克 魔芋就是一种吃了可以 但几乎没什么营养的一种东西 它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纤维 因为魔芋的制品呢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种类 比如说有那种块状的 我买的最多的就是那种 有点类似乌冬面的状态 还有一种就是把它打成卷的魔芋结 像乌冬面这样的粉状 你就完全可以把它当成米粉替代物来吃 你也可以用它去做魔芋凉面 在刚开始生酮的时候 我还做过蛮多次的 火锅或者麻辣香锅里 我以前特别喜欢放这个魔芋结 它本身是能够吸收味道的 是蛮好吃的 但是呢 魔芋的问题在于 首先它几乎没有营养 你如果像以前吃面一样 我今天满满一大碗炒面 里面就没什么东西 全是魔芋的话 那你这一餐吃了就相当于没吃 你该吸收到的营养都没有吸收到 那就更别提脂肪的比例是完全达不到的 另外呢就是袋装的魔芋啊 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会有一种奇特的味道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 它反正不是一种特别好闻的味道 那经过几次冲水 或者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拿盐水泡一泡 这种味道就会消失 基本上是尝不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把装魔芋的袋子 放到你的垃圾桶里 然后第二天再打开的时候 那个味道就非常的酸爽 我觉得可以污染整个厨房的味道 所以呢建议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 好那第三个就是替代饼类 在这要提一个特别神奇的食材 就是鸡蛋 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 是不是像我一样特别爱吃鸡蛋饼 我最近发现呢 其实鸡蛋饼 如果你只放鸡蛋的话 也可以稍微放一些其他的食材 比如我个人特别喜欢加泡菜 你会发现 其实它也很好吃 而且比加了面粉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或者是用鸡蛋加奶酪 再加上一些碎的花菜 那这就是一种几乎非常完美的替代品了 而且它里面肉菜脂肪啊 全都齐全了 当然了 我们之前做披萨饼底的时候 也有这种用花菜和马苏里拉奶酪 完全制作的这样的饼 问题还是在于 花菜本身是一种蔬菜 它就没有那种粘性 也没有那种筋性 所以当你用它去制作饼底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散掉 最后一个要讲到的门类啊 也是生酮饮食当中 特别多人去研究的一个门类 就是怎么样去替代面包 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 生酮饮食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没办法吃到原来的面包 聪明的人们发现了很多 低碳 但是可以替代面粉 去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 各式各样甜品的东西 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就是杏仁粉 杏仁粉呢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坚果的杏仁 那把它磨成粉 杏仁粉的营养成分 包括20克的碳水 但其中10克是纤维素 还有21克的蛋白质 和50克的脂肪 它是一种脂肪含量很高的面粉 它并不仅仅是说 我今天就低碳啊 我还能吃到面包的口感 它还能够增加一些脂肪的比例 但是杏仁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脂肪比例当中 Omega 6的含量非常高 但是我之前有试过 用杏仁粉来做薯条 或者呢你可以用它做面包 做曲奇 甚至有人拿它做月饼 在炸鸡或者炸鱼 外面裹的那一层 也可以用杏仁粉来制作 第二个也是非常常用到的 就是椰子粉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碳的 它的碳水呢有净碳水啊 有21.8克 但是它还有37.5克的纤维 椰子粉的一个问题在于 它非常的干燥 它的吸水性非常强 所以跟杏仁粉相比 杏仁粉它甚至可以做到 跟面粉1比1 就是说如果你原来有一个食谱 这个食谱里面写着面粉100克 你直接用杏仁粉去替代就行了 因为它跟面粉的特性是很像的 但是椰子粉就不行 面粉跟椰子粉的比例是4比1 跟椰子粉比较相似 也是用途比较广泛的 就是亚麻籽粉 亚麻籽粉的碳水 差不多在30克左右 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纤维素 它有18.3克的蛋白质 和42.2克的脂肪 亚麻籽我们之前有讲到过啊 它含有Omega 3非常多 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ALA 就是很难被人体转化的 但是总比有大量的Omega 6也好一点吧 亚麻籽粉跟面粉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3 它比椰子粉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它的吸水性也是很强的 但是除了这些面粉的替代物啊 我们都知道面粉是本身有筋性有粘性的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粉 它本身都没有什么粘性 所以为了给它增加粘性 我们还需要用到一些增稠剂 那在这些增稠剂里面 其实基本就没有什么营养 大部分呢就是纤维 少部分是碳水 经常用到的包括洋车浅子粉 也包括黄明胶 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些低碳主食的替代物 我还是那句话啊 主食虽然呢好吃 也不能把它们当做主要的食物 因为我们还是要注意在生酮饮食当中 三大营养素的比例问题 还是需要尽量的多吃脂肪 少吃碳水 中等的摄入蛋白质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